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十年来的确实是不容易 正如我们的一个宗旨 就是说祭人心为良善 化世界为大统 所以我们书院主要就是在推广儒家的一个精神 中华传统的一个文化 那把这个儒家的一些的道理 就像伦理啦 孟子啦 大雪啦 中庸 让他在我们生活中来落实 在点传师带领之下 大家攜手同心 在庄严肃穆的献贡请谈仪式中献香叩首 感恩天恩师德 浩瀚无边 接着道清们秀出精湛才艺 无论唱歌跳舞或陶笛演奏 都会活动增添不少色彩 你看经过审联之后 我们的杨董事长非常用心的经营 能够创造他员工的一个利多 所以说他取的公司的名称叫什么 德信发 德就以道德为优先啦 信就是怎么样 信就是诚信 生产的他的产品 是怎么样 要品质最优 新赞书院历经草创时期的闭路蓝履 如新十年耕耘雨季电大有所成 未来也将持续半道修道 凝聚道心向心力 为道物昌龙而努力不懈 以上新闻由这些天台记者林恩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